第四十七页 曾小剑朗波 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 更加重了人民的苦难 当时有诗描述道 死者道路鸡 城市皆田野 顿窟去如枝 而官府却暴敛不暂惜 各地农民反抗不断发声 一年多如一年 一火强如一火 资料回放 今则惜荣以盼 屡丧鞭兵 北鲁欲强 且增碎壁 国用单节 名利空虚 姚毅日烦 率脸日重 官吏伪烂 不思成态 人民极苦 未尝醒茶 百姓无告 朝廷不予为主 不使叛而为寇 复合为灾 书密复史 复辟的上书 积贫积弱 局面的形成 宋朝建国后 赵区义和他的继承者们 吸取唐朝末年 翻证割据导致国家分裂灭亡的教训 采取了一系列措 加强皇帝的专制集权 首先 集中军权 一方面 设立不同的机构 管辖军队 调兵的没有统兵权 统兵的没有调兵权 使之相互牵制 另一方面 经常换防各地铸屯的军队 以达到将不实兵 兵不实将 将无常兵 兵无常将的目的 其次 集中行政权 设立几位宰相和参知政士 以相互牵制 三思管财政 直接对皇帝负责 削弱宰相权力 空前强化的皇帝专权 虽然加强了封建统治 但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北宋时期 中国形势示意图 哈拉罕 黑罕 西周回湖 辽 西 下 吐波诸部 北宋 大理 参知政士 相当于副宰相 三思 官署名 盐铁 杜知 互部三部的总称 北宋最高财政机构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团